泰立颱風路徑持續北偏 今天中午以前是泰立最接近臺灣的時刻 而受到了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今天北北基地區 以及苗栗以北 都要嚴防局部大雨 北部沿海也可能會出現 時機左右的強震風 氣象局預估 今晚就可以解除海上警報 中度颱風泰立路徑偏北轉 氣象局持續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今天清晨5點鐘 颱風中心位在台北的東北方 約360公里海面上 以每小時8公里的緩慢速度 向北北溪轉北移動 暴風圈目前已經進入 臺灣北部近海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今天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區以及苗栗以北山區 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北部沿海會出現時機左右的強震風 所以在它的環流 外圍環流影響之下 在北部地區降雨 還是持續比較明顯這種情形 受到臺立颱風影響 長榮今天取消18個航班 華航則取消日航航班4架次 至於國內航線 遠東航空取消8個班次 立龍的航班 將會在今天上午12點後 恢復正常 離島航運方面 一共有38班次停航 本來我們是南方航空的 它現在改成東航的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取回來 而太立路徑戲劇性能往北修正 氣象專家表示 主要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往東退縮 加上北方封面系統的牽引 才讓颱風加速北轉 所以不是氣象局的預報不准 世界各國都已經用科學極限 在做預報了 對於高壓的變動 還是沒有辦法全然掌握 它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事實上 超級電腦暈算出來 為什麼會錯 因為你沒有給它 非常完整的觀測資料 所以它一開始就 不一定是正確 氣象局提醒 太立颱風會吸收海洋水氣 持續變胖增強 到達中台上線 然後朝日本列島方向前進 這幾天計劃前往日本旅遊的民眾 得多留意颱風動態 氣象局預計今天晚間 解除太立的海上警報 記者綜合報導